昨天晚上,重庆的一个男人在酒桌子上面喝酒,喝得正高兴的时候,他老婆突然打来电话说,五分钟之内你必须过农府。 那个男人起身离开,他的朋友们都说,哎呀,你是怕日多吗?那我能听唐克的话哟。 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话,所有的人都沉迷了,他说,我享受了他的青春,就要接受他的人性。 他为了我乌头过上好日子,从一个苗栗少略,被岁月折磨成了如今的黄脸坡。 为了我乌头穿种结代,差点命都找出拖了。 他妈把他养大,在家里,他是他妈老儿的性感宝贝,掌上命桌。 可是嫁给我过后,他穿到我们乌头,伺候我们一家老小,认识我妈对他的种种挑剔。 兄弟们,我不是怕他,我是尊重他呀,我要对得起个人的良心。 现在,不管是吵架的,犯罪的,冷战的,分居的,准备离婚的, 当你听到那点,都好生想一下个人的老婆嘛。 当你要求他回归家庭,相辅较之人,孝顺宫婆婆的时候, 你有没有想过,个人的父母最该孝顺的是你个人? 当你抱怨你的老婆跟不上你的想法,甚至嘲笑她是个黄脸婆的时候, 你有没有想过,当初那个女人为了你,做出了种种牺牲。 为了你能够安心工作,她宁愿放弃失业,在家里面照顾一家老小, 替你紧小,当你在外面滑天球地的时候, 有没有想到你老婆为了你,从一个不会做法的小女生, 变成了一个厨艺高手,每天,她都做好你喜欢吃的饭菜, 再等你回家,等到菜都冷了。 当你在外面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, 回家从着老婆发脾气的时候, 你有没有想过老婆为你所做的一切? 其实老婆很容易自主, 只要你每天给她一个拥抱,一个微笑, 她都真是满足。 男人们,你们只是想一想, 和你过一辈子的人是你的老婆, 以后你生病住院照顾你的,是你的老婆。 头发背了,背脱了,牵你的手里,也是你的老婆。 当你老脸痴呆了, 无缘无悔陪伴在你身边的,还是你的老婆。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,有担当的男人, 即使你老婆到了人脑朱黄的年纪, 你也千万不要嫌弃她, 给她多一点关心, 多一点暗恨。 你千万不要高望啊, 是她, 陪你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那段时期。 同一列, 请大家点赞并且专访, 防盗自己的朋友圈里面。